现在我看起来 其实香港在香港的危机之后 它用海南用大湾区等等这些计划来取代 其实在我看起来仍然是一种平衡 换句话说它似乎是在以这种 其实是相当应急性的拍脑袋的 个人化的一种决策方式 找出海南在大湾区计划之后 来替代香港的失败 不是说替代香港自由港地位 我们待会也要讨论了 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党内对它的指责 把好好的活生生的 一个中国和全球化的 一个枢纽的一个金融中心 一个自由港香港得阉割了 那么它实际上是在做自我的平衡 它要建设一个 它可能是向党内许弱 我要搞一个比香港还要大规模 还要规模大 还要在全球化的未来当中 还要起更大作用的 要体现更深层次改革的 更深化改革的这样一种示范区 来向党内的干部 向中国公众表明 香港的问题 即使搞砸了 但是不要紧 由海南自贸区来取代它 它以此来做一种自我的 一种责任上的平衡 对策划季 侦格 来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